第一课 是,我是王宁 我是冯中慧 您是封老师 不,我不是封老师,我是冯老师 对不起,冯老师 第二课 介绍和礼节 您好 您好 请问您会姓 我姓王 您是王宁先生吧 是,我叫王宁 请进 您好,王宁 您好 这是我哥哥,他叫李东 您好,我叫王宁 这是我姐姐,他叫李丽 您好 您好,欢迎你 那是谁 那是许心 她是你妹妹吧 不,她不是我妹妹 是我朋友 那位是谁 那是我妹妹 那是我妹妹 她叫什么 她叫曲云 第三课 谈论家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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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许心 你呢 我叫李丽 你是北京人吗 是,我是北京人 你家里有什么人 我家里有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和我 你有姐姐和妹妹吗 没有 没有 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 你家里有什么人 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我 你爷爷好吗 他很好 你奶奶呢 他也很好 课文 丽莎的家 丽莎是纽约人 她家里有奶奶,爸爸,妈妈,弟弟和她 一共五个人 奶奶和爸爸都是中国人 妈妈是美国人 丽莎今年十七岁 她有许多中国朋友 第四课 绘画 请别人帮忙 小王 你有时间吗 有 什么事 能帮帮忙吗 可以 我现在有时间 我能帮你 谢谢 不客气 劳驾 帮帮忙 对不起 我现在很忙 我不能帮你 没关系 李莉 你去哪 我去邮局 能帮一个忙吗 什么事 你说吧 寄一封信 可以 课文 修自行车 王宁 王宁要修自行车 请哥哥帮忙 哥哥没有时间 请弟弟帮忙 弟弟要去邮局 请妹妹帮忙 妹妹不会修 她只好自己修 第五课 绘画 问路 请问 教室在哪 前边就是 谢谢 不谢 学校里有银行吗 有 在哪 在邮局旁边 学校里也有商店吗 有 在食堂那边 商店里卖笔和本子吗 卖 请问 哪有邮局 前边十字路口 能打国际电话吗 可以 老家 请问就是厕所吗 不是 厕所在马路对面 远吗 不远 谢谢 第六课 绘画 谈论时间 现在几点 三点零五分 谢谢 不客气 邮局几点开门 上午九点 几点关门 下午六点半 请问 银行在哪 就在前边 在马路左边吗 不 在马路右边 几点开门 八点半 现在几点 八点一刻 还差十五分钟 请问 火车几点到 两点二十六分 现在是一点四十五分吗 是 现在是一点三刻 还差四十一分钟 第七课 绘画 谈论天气 今天天气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有风吗 没有 我们去散步吧 好 赖的人冷吗 不冷 今天是阴天 对 可能会下雨 我们在家睡觉吧 今天很热 是啊 非常热 现在几点 五点一刻 游泳池还没关门 我们去游泳好吗 好吧 课文 北京的天气 北京的冬天比较冷 春天风比较大 夏天很热 秋天很凉快 是北京最好的天气 你想来北京吗 最好秋天来 第八课 绘画 谈论喜欢和不喜欢做的事 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 大概十二点 太晚了 早上几点起床 不一定 八点 九点 我喜欢睡懒觉 你知道吗 早睡早起身体好 你应该早一点睡 我还应该早一点起 你喜欢不喜欢喝咖啡 不太喜欢 茶呢 非常喜欢 晚上你喜欢干什么 看天视 还有呢 看报纸 几点睡觉 大概十点半 课文 早睡早起 我有一个习惯 喜欢早睡早起 每天晚上 大概十点半睡觉 早上六点 我一定起床 中午休息一个小时 喝喝茶 看看报 第九课 绘画 谈论别的国家 你了解不了解中国 了解一些 中国有多少人口 大概十二亿 有多少年历史 四千多年 面积是多少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首都在哪里 北京 你喜欢不喜欢听音乐 很喜欢 你喜欢中国音乐 还是喜欢外国音乐 中国音乐 现代音乐 还是古典音乐 现代音乐 课文 中国 中国在亚洲 是一个大国 面积大 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人口多 大概有十二亿 历史词 已经有四千多年 我喜欢历史 特别是中国历史 第十课 绘画 是说正在进行的活动 妈 您在哪儿 我在厨房 什么事儿 我想请您帮帮忙 我正在做饭 不能帮你 王芳 你在干什么 我在看报 你太喜欢看报了 不看报 做什么 今天天气很好 很暖和 也没有风 我们去晒太阳吧 一定很舒服 好 我正想晒太阳呢 爸 接电话 他现在不能接电话 他在做什么 他正起着早呢 今天很热 是啊 非常热 我们去散步吧 外边下着雨呢 课文 丽莎和她的男朋友 丽莎和她的男朋友 都是大学生 他们很喜欢运动 经常散步 打球 游泳 现在 他们正在学习汉语 希望能去中国学习 第十一课 绘画 请问 系主任在吗 你是 我叫张鑫 从上海来 我要见系主任 系主任现在有事 请等一下 好 请问 这是王岚家吗 是的 你找谁呀 我叫陈琳 王岚的同学 王岚在家吗 在 你等等 我是王岚 你是谁呀 我是陈琳 你下午有空吗 你跟我一起去看画展 好吗 好 有空 几点去 两点 我们从学校去 好吧 两点见 课文 问题一定能解决 张鑫从清华大学毕业 现在是工程师 在上海一家建筑公司工作 他的设计很有特色 最近 他设计了一座桥 但是还有些问题 他从上海来找系主任 系主任答应帮助他 问题一定能解决 第十二课 绘画 他四岁半 老下 帮帮忙 什么事 我盯了孩子了 孩子叫什么 叫李丽 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几岁 四岁半 你说说他的样子 他眼睛大大的 穿着一件黄衬衫 一条花裙子 你不要着急 我们一定帮你找到孩子 谢谢 什么最难画 你说什么最难画 马 什么最容易画 鬼 为什么画马比画鬼男 马的样子我们都知道 画不像很容易发现 鬼的样子我们都不知道 画不像也不容易发现 课文 王经理 他姓王 是一家电脑公司的经理 这家公司不大 有四十多人 王经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他妻子是医生 他们有两个孩子 都在学校学习 第十三课 他人怎么样 小张你去哪儿 我有个约会 你有男朋友了 有了 他长得怎么样 他个子高高的 不胖不瘦 比我大三岁 他人怎么样 他很聪明 爱学习 喜欢运动 你一定很满意吧 是啊 你女儿有工作了 老李 你女儿有工作了 是啊 在飞机上当空中小姐 是飞机上的服务员吧 是 当空中小姐不简单啊 人要长得漂亮 还要挥外语呢 课文 约会 从前 一个男青年 和一个女青年约会 可是 男青年腿有毛病 女青年鼻子不太好看 见面那天 男青年骑着马 女青年拿着花 用花挡着自己的鼻子 他们说了几句话 两个人互相没发现问题 都很满意 第十四课 绘画 下午 你有事吗 小王 下午 你有事吗 没有 办什么 下午 我们一起打网球 好吗 好 我正想活动活动呢 小李 晚上你做什么 写信 我们去看电影吧 什么电影 红楼梦 好 几点走 七点 你要几毛的 同志 请给我两张邮票 你要几毛的 一毛的两张 两毛的一张 再买一张电报纸 一共四毛五分 给你钱 请问到上海的电报要几个小时 四个小时 谢谢 不客气 客文 去中国旅游 劳拉的父母要到中国旅游 时间只有两个星期 劳拉要陪他的父母一起去旅游 可是他不知道去哪儿好 他问他的中国朋友王兰 王兰告诉他 想了解历史文化去西安北京 想看风景去杭州桂林 想买东西去上海广州 劳拉决定和他的父母先去北京西安 再去杭州上海 第十五课 绘画 这是几排 请问 这是几排 七排 七排十号已经有人坐了 怎么会有两个七排十号 真奇怪 您的票呢 让我看一下 错了 这个座位不是你的 是他的 你的座位在楼上 对不起 我能上楼见见他吗 请问 从香港来的王先生住在这里吗 他叫什么 王海平 他住在六楼六二五号房间 我能上楼见见他吗 请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他在 你上去吧 谢谢 课文 售票数在哪 亚当在北京住了几个月 发现骑自行车上街很方便 一天 他要去买飞机票 在街上 他问一个人 售票处在哪 那个人说 你要买什么票 买火车票去火车站 买电影票去电影院 亚当问 我买飞机票 要去飞机场吗 不 前面有一个飞机票售票处 就在银行旁边 那人回答 第十六课 绘画 你们什么时候放假 小李 你们什么时候放假 七月二十号 假期里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去旅行 去哪儿旅行 去桂林 你去吗 我也打算去 不过 我先去天津 你在天津待几天 三天 你从天津回来以后 我们再一起去桂林 好吗 太好了 修表要几天 请问 修表要几天 一个星期 我这块表坏了 你看能不能修 能修 放这儿吧 几号去 今天是五月三号 五月十号来去 谢谢 不谢 课文 中国的学校 一年有两个学期 中国的学校 一年有两个学期 两个假期 第一学期 从九月一日开始 到第二年一月底结束 第二学期 从三月一日开始 到七月中结束 寒假有四个星期 暑假比寒假长多了 差不多有两个月 小学 中学 大学 都差不多 第十七课 第十七课 绘画 我喜欢下雪天 小王 北京冬天冷不冷 不太冷 下雪吗 下 我最喜欢下雪天 昆明 昆明是个好地方 昆明的天气非常好 是吗 是 昆明一年四季 都像春天一样 不冷不热 人们说 昆明是一座春城 真是个好地方 昆明天气好 风景也很美 有机会 我一定去 课文 古铜镜 一天 有个农民在地里 发现了一件古铜镜 他想 要是把古铜镜擦得亮亮的 一定能卖不少钱 他把古铜镜擦了又擦 第二天 他带着古铜镜进了城 买铜镜的人 拿着古铜镜看了又看 最后说 这件古铜镜 本来可以卖很多钱 可是 你把它擦亮了 也就降低了它的价值 那个农民听了 十分后悔 第十八课 绘画 新毛衣 小李 你穿的这件毛衣真漂亮 是新买的吗 是上个星期天买的 样子怎么样 样子不错 为什么不买件绿色的 我不喜欢红的绿的 我喜欢浅一点的 像黄的白的 我也喜欢浅颜色的 不过我更喜欢深颜色的 像红的绿的黑的 我都喜欢 太阳镜 小张 你也戴上眼镜了 我新买了一副太阳镜 准备旅行的时候用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戴眼镜 戴上太阳镜 不好看 可是太阳镜 可以保护眼睛 课文 买火柴 从前 有个人让儿子买火柴 他告诉儿子 火柴能不能用 你先试一下 儿子点点头去了 一会儿儿子就买来了 那人一看 哪根火柴都试了 气得摇头 儿子怕父亲生气 急忙说 我哪根都试了 都能用 第十九课 绘画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小李 你喜欢历史吗 喜欢 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吗 问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一九三九年 不对 应该是一九三七年 为什么 一九三七年 就已经在亚洲开始了 我也问你一个问题 怎么样 你问吧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是谁 是溥仪 不对 是袁世凯 猜谜语 你喜欢猜谜语吗 喜欢 我说一加一 你猜是什么字 是二 不对 是王字 我也说一个你猜 树下有个小男孩 是什么字 是不是李字 你猜对了 课文 不下雪 怎么念书 有个孩子 不爱读书 他父亲 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故事后 有个人 家里很穷 学习条件很差 晚上读书 没有灯 在雪光下看书 你要学习古人 儿子说 我等了 也记住了 到了晚上 父亲来了 开门一看 儿子正在灯下坐着 手里拿着书 眼睛看着窗外 父亲奇怪地问他 你在看什么 儿子回答 我看天不像下雪的样子 不下雪 我怎么念书 第二十课 绘画 他病了 小王 这几天你看见小陈了吗 他病了 住在医院里 什么病 是什么时候住院的 蓝尾炎 是上个星期天住院的 做没做手术 做了 我们去看看他好吗 好 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 小王 你好 好久没见了 是啊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 你呢 我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 你是什么时候当记者的 两年前 我辞了原来的工作 当了记者 当记者一定很自由吧 记者工作很有意思 但总是很忙 课文 县官过生日 古时后 有个县官过生日 下面的人为了讨好主人 知道主人是属属的 就做了一只金老鼠送给县官 县官 县官接过金老鼠 十分高兴 点头说 好 好 我夫人比我小一岁 属牛的 明年他过生日的时候 欢迎你们来喝酒 二十一课 绘画 请填一张登记表 小姐 我要订个房间 您想订什么房间 单人的还是双人的 我订一个双人房间 请填一张登记表 填好了 给您 什么时候住 两个星期以后 这是我的名片 您是米切尔先生吗 我是李华 这是我的名片 李先生您好 我就是米切尔 欢迎您到中国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妻子玛丽 您好 米切尔夫人 欢迎欢迎 我们打算待一个星期 给您添麻烦了 不客气 课文 一封信 中国大使馆 我叫米切尔 是美国人 住在纽约 52岁 是汽车公司的经理 我妻子叫玛丽 是公司的秘书 今年夏天 我们俩打算去中国短期旅行 时间大约是一个月 请问需要办哪些手续 我盼望收到您的回信 地址 请按信封上的写 谢谢 米切尔 2月10日 第二十二课 绘画 这是谁的照片 这是谁的照片 可以看看吗 可以 这两个人是谁 他们都很像你 前边的是我妹妹 后边的是我姐姐 他们也是大学生吗 不 我姐姐跟我妈妈一样 是大学老师 妹妹跟我一样 是大学生 她是我们系的研究生 你认识那位小姐吗 她是我们系的研究生 比我低一个年级 她像舞蹈演员一样 跳得棒极了 是不是 是啊 她跳得太棒了 人长得也很漂亮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你看上她了吧 我想跟她交个朋友 课文 她回老家了 老王六十岁 原来是个汽车司机 现在已经退休了 她身体好极了 喜欢种种花 散散布 晒晒太阳 不喜欢从早到晚待着不动 可是她家住楼房 没有院子 她觉得不痛快 她的老家在农村 上个月她回老家了 那里房子很多 房子前边有个很大的院子 她高兴极了 她们也会打开 她们有个很大的 感谢观看